欸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阿布勒 又來了外景節目啦 沒有錯 今天來到高雄柏爾 高雄柏爾 技術特區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幹嘛 這個 沒有啦 這是我們的FFK 就是我們一年一度在高雄柏爾特區舉辦的 FF高雄場活動 我們這次呢 有想了一個還不錯的特別企劃 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動漫女獎 其實如果在一個 令戀愛元素的動畫裡面 會有一些不同個性的 多女角然後引發觀眾之間的 黨派之聲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要點燃這個戰火啦 大家來看這個板子 大家來看這個板子 我們今天這個企劃呢叫做 貓狗大戰 為什麼叫貓狗大戰呢 因為其實一開始呢 我們有看一個動畫叫做 火星 因為這兩個角色 我們就在討論 欸這個男主角應該要選這個吧 對我們就說 對男主角應該選這個吧 作者怎麼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呢我們全派跟貓派 各推出了五位 對就來講一下 這兩派的定義是怎麼樣 全派開始呢就是 他可能個性比較開朗 然後跟其他人呢 互動比較熱絡一點 對會跟你比較有互動 願意跟你互動的這種感覺 是是是 貓派的話呢 基本上就比較像是 就像貓一樣啊 比較冷淡 比較冷眼 冷冷冷冷這樣子 冰山美人型這樣子 可是呢他偶爾又會有那種 反差萌 對對對 我覺得這種角色的魅力 就是在 他們內心的心理系 這個感覺 男主角永遠不知道 他在想什麼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這個 高雄波特區 人海茫茫 看動漫的粉絲們呢 他們喜歡的是 全派 還是貓派 對那 我們要不要自己先講 不免俗一下 我們自己還是要先投一下 我們自己先講一下 我一定是全派的 因為 我比較喜歡就是 我去講的話 然後 會給我比較多回應的這種 對對對 okok 可以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 以那個 來計票這樣子 好那我呢 我肯定 也是全派了好不好 我根本現在是同一陣線 因為其實當初呢 我們在看果記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都是幽靈的 然後最後的結局 大老師是選學男 我走 他其實有點在這條線上面 因為我在這條線這邊啊 他有點在這條線的上面 因為他兩個 如果單純以外型來看的話 他比較喜歡這一型的 可是這集 我只要看一看 發現怎麼好像有幾個 我也蠻喜歡的 假如說你 兩個長一樣 個性是 分這兩個的話 就是 如果是兩個 就是我喜歡的 然後個性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其實個性 有時候 有互動的時候 會蠻開心的 開始就已經快3票了 怎麼輸 GG3比0 然後這個 3比0 優開 優開 優開之後 演變怎樣了 我們去訪問其他人吧 GO 直接先抓第一個 我們抓第一個 就是邀請我們來FFK 聖哥 邀請我們來FFK 謝謝 謝謝 你是貓派還是狗派 來 我畫這裡 這假的 4比0 優開 拳那邊的人 比較熱情一點的話 個性還是比較好 對還是比較好一點 你不喜歡碰壁的感覺 對啊 我不喜歡 OKOK 這適合你 這適合你 Memory一下 貓狗大戰 來 票選出 你最喜歡的 女角類型 同學 有沒有興趣 參加個投票 我們今天來做個調查 你喜歡的動漫女角 是犬派還貓派 來 手洗刀落 手洗刀落 我就M了 OKOKOK 他剛剛講出的還不錯的定義 因為M OKOKOK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會比較喜歡選這邊的角色 OK 好 幫我 欸 什麼意思 他因為 他就是 你喜歡 你喜歡他 你喜歡他啦 你喜歡角色啦 OKOK啦 OKOK 為什麼 你喜歡貓呢 為什麼 這種 傲嬌型的公約起來 比較成就感 喔 這可以 這可以 瑞公 toes 痣 沒有常癌 我今天單身 П wer ensure 為什麼你會選 為什麼選貓 感覺比較近 比較近 是什麼的 體格 比較安靜 怎麼樣 對 還不猶豈欸 為什麼 為什麼 喜歡那個TOGBI 或是什麼 görüş 也是一個 end啦 也是一個 end啦 我覺得女生跟男生想法 可能會不太一樣 也不太一樣 好難喔 手洗刀落 那如果我是男生的話 我會喜歡全系女優 可是我自己我喜歡貓系的 你喜歡男生高冷的男生 對對對對對 女生的話我選這個 啊 正解 我看警備隊的 大家來看一下 沒有可能是因為正解 喔~~ 很平耶 沒有 這宅內戰了 同學 如果你能成功攻略他們的話 那成就感有多高 哇~~~ 對啦 水~~ 喔~~可以了 就這樣你退隊也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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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來就害羞內鄉 沒有錯 我們沒事 我們害羞內鄉 好 來來 貓狗大戰了 選出你最喜歡的動漫女角拍戲 取刀落 我害羞 我... 水~~啦 水~~啦 喔~~ 追上了 喔~~ 三公公 三公公 四公公 喔 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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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貓拍的那張三公公 為什麼呢 其實我比較喜歡選之下 那種文靜的那種特質 比較文靜的 文靜啦 OK 好 同學為什麼你喜歡 事業我推啊 喔 事業你的推 他什麼特質型 什麼特質型 活潑 活潑 沒有錯 沒有錯 喔 喔 好平喔 你們是故意平衡的嗎 來來來 OK 我們換個點 換個點 這邊裡面沒有這種 鹽巴貓耶 來了 終於終於 來來來 貓狗大戰 投出你最喜歡的動漫女角類型 他是不是 嗯 喔 我們要走 好 沒有 看他笑 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 男的出現一個 躲拍 我想問一下 WHY 比較活潑 比較活潑 沒錯 他喜歡開朗個性 沒錯 嗨 哈囉 欸 不好意思嗎 這個 這個 這不用 兩個 很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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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抉擇 很大的 謝謝 我自己把自己的內心murmur出來了 感謝 哎唷 謝謝啦 我們好像在拉票一樣 加薯加拉票 大不定 開始有點絕望 好一顆 OK 貓 OK 那我們今天呢 最後一筆呢 交給我們的仙界大師 你好 對 大師 大師 來 我的貓狗大戰 今天主題貓狗大戰 就是這邊是比較活潑的女角 然後這邊是比較高冷的那種 你會選擇哪一邊 我的話 火焰姬吧 應該 應該 OK OK 可以 可以 為什麼 因為火焰姬讓我有一種悶騷的感 而且他內心的那一種 就是小劇場 會讓人覺得 反差萌 反差萌 對 而且也會讓人覺得 如果攻陷了他的那種難度 就像你打出來 對 也是 也是這個重點 對 其實反差一點 但是一下子總和 對對對 王就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我要打 那感覺 玩家就沒有練等啊 Easy 強度了 OK 然後這個叫什麼 地獄模式 地獄模式 謝謝大師 謝謝大師 我們來總計一下票數好了 然後我們最後來 最後結束 統計一下 29 寫一下 太陽咧 死掉 欸完敗耶 29比4 你這其實這一開始是4.0開局的 9.0 其實我已經這樣變了 死掉了 我可以理解啦 統計一下貓派的理由啦 其實就跟大師講的很像啦 就是 攻略感 如果攻略成功的話是 就是會有 他意外的一面這樣 然後 M 然後這種 就是也是跟我們想的差不多就是 比較喜歡火火開朗的那種 這樣最單純啦 這樣子我就 你知道今天這個結果其實就讓我比較釋懷 你知道嗎 今天呢我們這個高雄呢 FFK的調查 貓寶大戰呢 就是由我們的貓派獲得勝利 心態爆了 還想看什麼 調查系列 OK 想要看什麼調查 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告訴我你是狗派還是貓派 然後還有你喜歡狗派貓派的原因 沒有錯沒有錯 OK好 那我們這次 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是阿貝雷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